大家好啊 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请出示文件啊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呢 这个司法部也是开始和我们抢这个卫兵了 所以说我们在外边的这个士兵啊 就没有了被调走了 所以啊 我现在这个边境检察员啊 既要负责当官啊 也要负责当兵做警卫啊 这真的是啊 这如果有人想闯边境 我们还要射击他啊 真的是啊 在上一集当中啊 有观众给我留言 说我们新来的那个卫兵啊 就是那个小绿啊 他的女友应该会过来啊 如果我们把他放进来之后啊 就会有人来袭击我们这个边检站 如果我们要是不快点啊 把他们干掉 我们这个朋友啊 那个小绿他就会死掉啊 那么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啊 这是有特殊的情报啊 来告知我 现在啊 我一定会加强警戒啊 尽量不要让我们这个小绿死掉啊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 马上开始今天的游戏啊 去工作吧 好的 这个小绿来了 他应该是来找我们啊 昨天的事谢谢你了 我的目标和从前不一样了 好的 不客气 交易部的要求下啊 让我们拒签 所有这个国家的旅客 好的 等一下 差点忘记了啊 这个通缉犯 通缉犯啊 放在这里 然后呢 基本条令 好的 下一个 你们国家 大家现在和我们正在打贸易战啊 我拒签你 拒绝来自你们国家的入境啊 理由 然后不批准 再见 下一个 我先把这个钥匙放好啊 这是我们国家的人啊 我看一下啊 这个体重没有问题 身高也没有问题 姓名 等一下 你是男性吗 再见 再见 我不会检查你的 再给你盖一份理由 下一个 嘿 我认识你 我是你爸爸的老同事了 你当时还是那么小的一个孩子 啊 算了 既然你说你认识我 我就让你过去吧 我回到这个老家的时候啊 告诉他们 我在这里过得不错 好的 谢谢你啊 下一个 一般和我们有这种对话的 应该是有点什么关系的 所以说还是不要拒签 那么比较好 你是来此进行外交商讨 好的 我看一下啊 这是因为他说还是有点事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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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过去吧 一切顺利 下一个 应该没问题啊 来 过去吧 阿多兹卡万岁 下一个 无效的发行程式 忘记了 我们国家是 忘记了忘记了 不好意思啊 但是这个就不用看了 我们国家不欢迎你入境 不好意思啊 我也没办法 等一下 你是通缉犯 真的 或许你不该来 来人呢 拘留 没想到啊 竟然抓到了 我还以为这个通缉犯啊 都没什么用 三一个 没想到啊 这个居然真的抓到通缉犯了 哎 又是他哎 我又来了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来看你那么多次了 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但是你的这个体重 好像不一样啊 你的体重不对 这说来就伤感了 我的妻子手艺很恐怖 但我要是不吃 她就会很生气 调查一下 哎 或许你不会喜欢这个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禁止武器或走私 这是什么 毒品 我这边有点小生意 让我过去 我会给你点意思的 意思个啥 十块钱 我用十块钱换你一个小张 我们可以拘留它 十块钱 我已经吃了一张罚单了 算了 我不抓你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抓你 正常我应该抓你的 好的 我懂 毒品不好 对儿童不好 好的 对不起啊 叫一个 其实我已经很仁慈了 哎呦 完了 我给出剧情理由 是我不对 哇 我还不如 我刚才吃了一张罚单 现在已经两张了 我就是让它入镜啊 我也会吃一张罚单 我不如让它入镜 我要十块钱了 哎呦 亏大了这下子 这下真的亏大了 哎 来过去吧 希望没问题啊 下一个 啊 无效的证件号码 五块钱没了 我现在这个心已经完全的 完全工作不了了 哎呦 我要不要 要不要 我要不要重新开始啊 算了 算了算了 我不重新开始了 这样有点不太好 来 你走吧 啊 天呐 这下亏大了 不如要了刚才那十块钱 下一个 呢 我有啊 我 我 觉得 來吧 差一点啊 差一点我又没钱了 差一点就要罚十块了 再见再见 哎呀你差点害死我啊 再见 下一个 准备好你的文件啊 下一个 哎呀这下子 下一个 阿多茨卡万岁 下一个 哎呀 亏大了 孩子想那个事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你是最后一个了 那我给你好好的审一审 哎 等一下 你这个身高有问题 你的身高不对 这不一样 是正常的 再见 有一点可能啊 我都不能让你进来 再见再见啊 来再见 我吃不起发单了 哎呦 你那上午六点再来 亏了五块 儿子又病了 不过儿子画了一幅画 让我们带去工作 大家吃饭吧 该吃吃了 该供暖供暖了 也应该吃了 昨天就没有吃 阿多茨卡真理不好 这个冒一制裁停止了 这么快就停了 发生了什么事 哎呦 长官来了 来车了 应该是长官 来看一下我们工作 检查员 现在他们已经 缓清了错误政策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入境了 东格雷丁的当权者 今日将会再次造访 挺有阿多茨卡 好的 这是一幅画 阿多茨卡的英雄 我的爸爸 可以 现在大老远 跑来这里太早了 这检查员的气味 这检查员的气味让我恶心 至少你表现的不是很糟糕 你得到了13份奖励 别再犯错了 出入境认证管理啊 给予自负 现在我有个老朋友 要通关 批准他入境 他叫这个名字 我不希望听到他遇到任何麻烦 阿多茨卡万岁 好的下一个 现在把奖状也挂在墙上 你没有这是入境 你没有这是什么 我记得好像应该有一个什么 是入境许可 身份补增 对啊 你没有身份补增 我这里有 好的 我看一下 既然你有的话 你就应该早拿出来嘛 身高不一样 再见 不好意思 我今天不想再吃罚单了 昨天我已经吃够了 吃了三个罚单 再见 下一个 这个组织来了 看一下 刺客来自钱格利亚 会以这个阿多茨卡的重要特工为目标 必须阻止他 他的名字是 这个K开头啊 好的 别忘了 K 好的 这是什么 打开 不要触碰粉末 这个应该是毒药 下一个 这个是K啊 这个还有长官的老朋友啊 我不要忘记啊 我怕我忘记 应该没问题啊 来过去吧 看一下这幅画 下一个 我在想啊 如果我刚才把这幅画挂在墙上 可能会被长官这个指责 还好我没有挂上 你也要移民啊 我看一下 应该没问题啊 来下一个 下一个 又是一个记者 但是你没有入境许可 你缺少必要的证件 我是记者 我有权入关 给我盖章 不好意思啊 上一次也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啊 但是没办法啊 我不能盖啊 再见 这个通行中没有用 法西斯 下一个 那我也没办法 对啊 等下,这个文件已经过期了 这我完全不知道,那不好意思啊 不能让你过去 再见 下一个 你是外交使节,好的我看一下 完了,我再盖一个 我把这个红色的印章给它盖住 我已经盖了三个允许进入了 完了,又要吃发丹了 怨我,怨我呀 没办法 等一下,刺客来自钱格利亚 是它,是它,是它,是它 我看一下,怎么办呢 在护照上对齐粉末,用力按 按了 不过它既然是刺客的话 应该也是说明 它这个人的证件是有效的 来,放你过去 下一个 这个人应该会死啊 我把毒药按了 果然啊,它好像有点不对劲 我按了毒药,它死了 它真的死了 完了,它出血了 它死掉了 然后,这有一个士兵走过来了 它去查看它了 怎么了 什么情况 哎呦,这个士兵也 它碰了它以后 这个士兵也死掉了 它也死掉了 这两人都死了 今天被安全事故中断了 一个小包裹到了 拘留奖励五块钱 同时我们收到了抵抗组织的礼物 同时我们今天的薪水也有四十块钱啊 非常好 这个大家都OK啊 供暖不用供了 食物也不用吃了 继续 现在我这个钱啊 终于多了一些啊 当然啊 也不能松懈啊 一定要继续努力 前格利亚告密者被阿多斯卡接收 同时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抵抗组织的符号啊 神秘毒药已导致多人就医 去工作 检查员一个特殊的政治庇护机制已启动 持有此许可的入境者不需要入境许可 或者身份补增 应该就可以入境啊 挺有阿多斯卡 我看一下啊 这是通缉犯啊 这都没问题 看一下我们这个手册 庇护者必须拥有这个许可 好的 下一个 如果我们愿意 来,过去吧,下一个 我来此寻求政治庇护 这个指纹必须要验啊 这次我不想验也不行了 来,给你 这是我的指纹 都对啊,这个指纹应该是对的 然后看一下它的名字啊 这个名字也对 然后这个期限对了吗 对了,再看一下这个规定 不一定也是对的 来,放你过去吧 谢谢你 我希望这里情况更好些 下一个 下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没问题啊 来过去吧 一切顺利 下一个 红色章 什么 给我签红章 我很严肃 我有更好的工作 盖红章我就可以拒绝阿多斯卡的工作 给你十块钱 好的没问题 上一次那个事情啊 我已经后悔了 现在我就允许你 当然啊 我要吃一个罚单 好了 现在我可以摆脱这个垃圾工作了 谢谢 不客气啊 我也拿到了十块钱 不过就是一个罚单啊 代价就是罚单 我当时就能支持他的用途 应该把这些关系 不客气 快起来 最后人听了 单线 不是 来 过去吧 给你 一切顺利 下一个 我只有护照 但听我说完 时间不多 我必须要入关 三天后我来取正确的证件 为了保证我的话 我给你一个重要的东西 我的家庭财物 全数码电子表 你拿着当抵押 我会回来取的 拿着这个 五块钱盖绿章吧 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没办法 再给你盖绿章吧 之前那个人要红的 你只要绿的 给你吧 谢谢 我几天后回来拿手表 这个手表真的很高级吗 又是罚款的声音 最后的警告了 等一下 你这个样子 发现区别了 再见 你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可是我这些年过得也很不容易 再见 我盖了理由了 下一个 应该不会吃罚单 又怎么了 不好 哎呀 钥匙 小绿活下来了 小绿活下来了 没事没事 他活下来了 还好那个观众啊 之前有情报啊 告诉我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着 我的姐姐被捕了 她的女儿需要一个家 不是 我什么时候又有个侄女呢 不对 我没有姐姐 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独生子 我没有姐姐 算了 他说有就有吧 领养侄女需要四十块钱 然后大家这个又冷又饿啊 这个上一集还有观众说啊 说我们这个儿子啊 隔一天一生病啊 隔一天一生病 每次都是啊 没办法 根据我的这个猜想啊 可能是我们这个儿子啊 他如果不吃饭 或者不给他供暖啊 他就会生病 没办法 毕竟是小孩子嘛 我们又不能单独给他吃食物 要吃呢 只能全家人一起吃 那么我姐姐被捕了 虽然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姐姐啊 但是 她的这个侄女啊 现在没有家了 那我们就领养一下吧 需要花四十块钱 我们这个神像手奖励得到二十啊 那还好 同时还有十五块钱的贿赂啊 也还好 那么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啊 也就先这样吧 这一次呢 我成功啊 把这个小绿啊 给救了下来 同时呢 我们还不知道从哪里啊 出了一个姐姐 然后呢 她被捕了 我们现在还要领养一下侄女啊 那么就这样吧 下一集当中 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下一集再说 这集先这样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妨点个赞啊 再订个月啊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这集就这样啊 大家再见